而现在更传出了北京有9个月大的小女婴被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成为年纪最小的感染者 也打破了小朋友比较不容易染病的说法 医师强调无论大人小孩 其实染病的机会都是一样的 而且随着儿童的感染者出现 代表病毒开始有效人传人 要特别留意的是孩童还有年长者 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 发生重症的风险也比较高 孩子也可以患病 中国大陆北京一名9个月大的女婴 因为跟湖北有接触史 这个月25号发病 隔天就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打破小孩不会被感染的说法 收集到的资料是小孩子感染的风险比较小 但是陆续有传出一些小孩子的病例 那这到底是因为是他加强监测所造成的发现 还是病毒所造成的感染 这部分资料还很少 根据中国大陆回报的数据 感染武汉肺炎患者的年龄 大多比较年长 如今感染者年龄随着疫情扩散 不断往下修 最年轻的死者只有36岁 专家就提出算 孩童感染的几率 目前观察起来比较小 但其实每一个人感染的机会 都是一样的 特别是当出现儿童感染时 也象征着病毒开始有效人传人 而在重症风险上 儿童跟年长者相同 但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年长者的死亡率通常还是会比较高 原则上就是儿童的病例越多的时候 表示说他们可能是得到成年病患的 间接接接触传染 也可能表示说社区感染越来越严重 不过因为老人家比较会有一些潜在疾病 那潜在疾病多的话 他的死亡率重症比例就会比较高一点 特别是在天气冷的环境底下 冠状病毒在人体外 可以存活的时间比较久 因此医生就建议民众 尤其是在接触小孩之前 一定要先洗手 避免亲吻动作 留意个人卫生 才能降低传染风险 记得我们一生特别报道